Hello 大家好 我是火星小椒 今天这一期呢给大家分享一个短袖T恤 都是非常质量好的一款T恤衫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先看一下第一件绿色 这件绿色的话颜色我觉得它是蛮好看的 它是有点深深的绿 包括我身上的这件拼色袖短袖呢也是他们家的 他们家短袖的质量我觉得还是蛮可以的 性价比特别高 所以我又买了他们家的唇色系列 当然这款短袖呢也是不分男女的一个款式 比较中性化的 我买的都是最小号S码的 到时候我穿上身发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效果 这款版型呢是比较宽松的一个版型 是一个常规款的 纯色的 一个绿色的一个颜色 大家可以近点看一下它的细节和做工 细节做工各方面都是非常整洁的 包括它的领孔呢是做了一个这种螺纹边 加固设计就不容易变形 穿起来的话是不容易变形的 比较耐穿一些 这件绿色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手感摸上去呢也是非常的轻肤柔软的 它是一个百分百年的一个材质 比较痛气舒适的 现在呢我们再看一下另外一件颜色 看一下这件藏青色 这件藏青色的话呢颜色也是蛮好看的 颜色非常的正啊这几个颜色 这个颜色呢我觉得是比较沉稳的一个颜色 当然这款呢也是男女可以穿的一个颜色 比较经典 藏青色比较显白 我们再看一下白色 白色呢是比较干净又简约的一个颜色 是自带滤镜的非常显白的一个颜色 百搭不会出错的一个颜色 这件短袖呢有好多颜色的 然后尺码也有很多 我买的都是最小号S码的 现在呢我们把它穿上身 看看效果到底怎么样吧 如果有喜欢其他颜色呢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哦 好大家看一下这件白色 这件白色呢是比较干净又简约的一个颜色啊 白搭色 然后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个长度 这个长度呢我觉得是刚好的 因为这件短袖呢是比较中性化的啊 男女都可以穿的 可以当做灰蜜装或者皮蜜装穿都是没问题的 我们把它塞进去 下面我搭配了一个灰色运动品 好塞进去了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这样整体塞进去呢也是比较好看的 可以拉高身材的一个比例啊 会显高显瘦 这样一套呢是比较简约又干净的一个穿搭方法 下面咱们就搭配一个小白鞋 这一套的穿搭呢是比较简单又来看的 居家还外出都是可以穿的 是白色的一个小红 我们再试一下脏青色 下面我就搭配灰色裤子啊 就没有更换了给大家对比一下 前面这样塞一点 这样塞一下的话呢也是非常随意的啊 后面就不用塞这样直接落下来 会比较显瘦一些啊 这个脏青色灰灰色运动裤穿也是非常好看的啊 比较稳重的感觉 而且很显白这个脏青啊 每个颜色都有各的各的美啊 颜色有非常多的 喜欢的话可以仔细看一下的 质量非常好啊 穿上升非常的舒服 而且又不闷热非常透气 我们再试下最后一件绿色 好绿色已经穿上升了 大家可以对比看一下 这三个颜色短袖呢 我觉得绿色也是蛮好看的 没想到最后一件颜色还是蛮惊艳的啊 既显白而且又很小清新 穿上升非常的舒服 我们把它塞进去 好塞进去呢就这样子的一个效果啊 是非常拉高性在比例的 整体塞进去 总的来说呢 这件短袖呢性价比非常高 而且呢每个颜色呢都挺好看的 我觉得这个绿色呢是比较小清新的 然后蓝色呢比较沉稳啊 然后白色的话 是肯定大家都会比较多的 我觉得可以尝试各种各样的颜色 去尝试一下 会穿出不同的感觉啊 质量非常好 送人吃完全没问题的 自己穿的话也非常舒服 小焦每期视频呢都是真实层的分享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